这五十万你必须拿出来,你小叔子出国学习,以后前途无量,比你开放管强多了,你天天一身油烟味,把人熏得不行。 我一身油烟味,才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,你还好意思嫌弃我,你们没有钱交学费,为什么还让小叔子跑到国外上学,你和公共一分钱不挣,我老公一个月也就四千块工资,靠什么去承担这五十万,你们都不考虑实际情况吗? 那我儿子有资格去上,为什么不让他去上,难道就因为我们挣的少,就耽误孩子的前程吗?等我儿子上学出来,这五十万又算得了什么?你就是目光短浅,就知道开个破饭店,挣辛苦钱。 你确定他出国留学回来就前途无量了,出国留学回来的多了,我朋友家好几个孩子都是出国留学回来,到现在还在家里,连工作都找不到,再说我也拿不出来五十万, 我这几年是挣了点钱,但咱们一家人的开销也不小,能存下来的也没多少。 留学回来居然还找不到工作,那是出去玩去了,不是上学去了,我儿子能跟他们比吗? 等我儿子上学回来,一年挣个几十万上百万都不是问题,现在这个家里就你挣钱最多,这钱你必须拿,钱不够你就去借, 就算把你的饭店转让出去,也要供儿子上学,你要是耽误了我儿子上学,我饶不了你。 我看你怎么饶不了我,我欠你的吗?我欠你儿子的吗?他是你儿子,又不是我儿子,我凭什么要管他上学的费用,还想让我把店卖掉,做你的大头梦吧? 你怎么对我说话的?注意你的态度,你是他嫂子呀,你不要蜀木寸光,你现在把店卖掉,供他上学,几年以后我儿子学成归来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证,我们一家人都发达了,今天你要不拿钱,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媳,我让我儿子和你离婚。 那你就让他和我离婚吧,他要这么听你的话,那我也就没必要和他过了。 半小时后,儿子回来了,婆婆添油加醋的把要钱的事说了一遍。 你弟学成归来,咱们一家人就发达了,你老婆死活就是不拿出来五十万,现在我们全家都指着你弟翻身呢,难道你想给别人打一辈子工,一辈子都拿四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? 妈,这五十万我老婆愿意拿就拿,不愿意拿就不拿,这钱又不是我挣的,我有什么资格让我老婆拿钱出来? 说实话,就算这钱是我挣的,我也不会拿给你们,你从小偏心我弟弟,我就不说啥了,现在还想让我拿钱供他读书,你觉得可能吗? 你怎么也这样说,他还是不是你亲弟弟,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,你弟弟是咱们一家人的希望,你现在没出息,你也想让你弟弟没出息吗? 你弟弟要是学成归来,你这个做哥哥的是不是脸上也有光? 你说这话就太可笑了,他学成归来会分我一点好处吗?他仗着你们的宠爱,从小没少欺负我这个哥哥,你还真以为我们兄弟情深? 我现在把你们接到家里养老,已经是人之意尽了,国地上学还想问我要钱 妈,我不管,我是一定要去国外上学的,我已经和我那个有钱的女朋友说好了 妈,如果因为没有钱去不了,我不是丢人死了,我女朋友现在还是很爱我的,但如果我没有去上学,我们谈成了一国恋,那就离分手不远了 你们听到没有,我儿子还找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,这简直是双分保障,等他再学成归来,那前途不可限量,你们不能耽误我儿子的前途,不然我和你们没完 你要和谁没完啊,你搞清楚,那是你的儿子,不是我们的儿子,他要是去上学,你就自己拿钱,没有钱他就别去上学,就这么简单 你们这些无情的东西,你们还算是人吗?儿子你放心,妈不管是卖房子还是卖地,一定要让你去上学 你们要是不给你弟拿五十万学费,我就不认你这个不孝子,我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 妈,有你这样的忙,非让我们拿五十万出来,这些年一直是我再给你养老,我没有做什么事对不起你,我难道还不够孝顺吗? 你不给你弟弟拿学费,就是不孝顺,你以为把我们接到家里,管我们一天三顿饭就孝顺了,顺着我的心意才是孝顺 我说什么,你都不听,你还敢说你孝顺,你这都是假孝顺 既然这不是真孝顺,你们可以出去了,像你们这样不讲理的老人,以后谁爱给你们养老,给你们养老去,反正我是不伺候了 出去就出去,等我儿子辉煌腾达以后,你不要来巴结我们,到时候我们认识都不认识你,不靠你们,我一样能让我儿子上学 最终,公公婆婆欠了一屁股债,让小叔子出国留学,四年后,小叔子留学回来处处碰壁,根本找不上工作 而嫂子小慧却通过几年的奋斗,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酒店 儿子,你那个有钱的女朋友呢?不行就让你那个有钱的女朋友投钱,你们一起开店,做个小生意 妈,你别提她了,大一的时候我们就分手了,我学的酒店管理,她根本看不起我,我现在已经把她拉黑了 那你就要出去工作呀,你也知道我为了你上学,可是欠了五十多万,现在住的房子都是租的 我还等你上学回来以后,飞黄腾达带我过好日子呢,可你在家都待半年了,怎么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 妈,不是我不想工作,简历我都投了几千份了,咱们市里这些酒店没有一个慧眼十珠的,给我的工资就比服务员的高一点 你让我怎么去工作,我这匹千里马遇不到伯乐呀,不行我就去我嫂子酒店工作吧,她那规模还是挺大的 去谁那都不能去她呢,她当初就看不起你,我们就算饿死了,也不能去她的酒店,你就去其他人的酒店干出一番业绩 让她后悔当初没有给你拿学费 妈,不去我嫂子那不行,我要去其他酒店,他们让我从基层做起,我不知道要干多少年才有出头之日 就这样,两人又来到小慧家里 嫂子,你就打声招呼,让我去你的酒店工作吧,我学的就是酒店管理,你现在的大堂经理什么都不懂 你还一个月给他开一万二,你让我给你干一个月,给我开两万,我保证让你酒店的业绩提升百分之三百 那如果提升不了百分之三百呢,这些事可不是靠嘴说的,不要说百分之三百了,你既然这么有把握 那我给你半年时间,你把酒店业绩给我提升百分之五十,我就给你开两万的工资 没问题嫂子,百分之五十还不是小事,那你可要说到做到,这个是我们是不是要找个见证人 我爸妈现在都在这,不过他们毕竟都是家里人,我们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,签个协议什么的 可以签协议,我的承诺已经说了,现在轮到你了,如果你半年没有把业绩提升百分之五十,又该怎么说 或者说,如果半年以后,业绩不但没有提升,反而下降了,这件事又该怎么说 你在说什么胡话,我儿子是国外留学回来的,怎么可能让你业绩下降 轮得到你插嘴吗,今天你们是过来求我的,你要搞清楚一件事,是你儿子想得到这个职位,我没有非要雇他,我现在不想谈了,你们可以出去了 妈,你是不是有病啊,你是不是专门害我,我们现在是来求我嫂子的,你就好好说话,你还真把自己当盘大头算了 嫂子,酒店管理我是专业的,我大学四年都在学这个,绝对不可能给你搞砸 不要说不可能,凡事都有个万一,万一你把事情搞砸了,不但没有把业绩做上去,反而让我赔钱,又该怎么说 我老家还有一套祖宅,万一我儿子给你干砸了,那套住宅给你 那套房子早就荒废在那了,多少年都没有人回去住了,整个村子都没有几户人家了吧 你那个房子现在卖都卖不掉,你说要把它抵给我,你是在逗我玩吗 那你要怎么样,你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们 您明明知道我们已经没有钱了,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也就是说,你想让你儿子拿我酒店练手,你觉得我会同意吗,赶紧离开我家吧 下集预告 嫂子,我妈病了,需要三十万做手术,求你救救她吧 和我有什么关系,你怎么又来找我 那边, bikin不能够,去手术,你怎么看